弟兄姐妹,新年蒙恩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新年蒙恩 路加福音24章15节 在谈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同他们一起走 弟兄姐妹,又来到新的一年 让我们能够互相祝贺新年蒙恩 这一年有美好的仗要打 有当跑的路要跑 有许多的处境会考验我们所信的道 这一年上帝要怎样的引导带领我们 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会有许多的欢笑和祝福 也可能会有损失和忧患 但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 因为上帝所良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 我们虽然有过去的经验 但上帝永远要做新事 或许过去一年 我们以为了自己已经好了 但上帝能够叫我们更好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仰望上帝 上帝是永不死心的 叫我们能够付贝满意 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上帝所定的日子 我们想未度一日 就是说还没有经过一天 上帝也早已看见了 一切想未知到的和经历的 都写在祂的侧上了 在诗篇115篇13节 诗人说 他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 不分高低贵贱同盟负责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上帝已经恩待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 因为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我们是基督的产业 是他草藏下的羊 他必定会牧养我们 扶持我们直到永远 Amen 我们虽然不完美 多有瑕疵 他会借着他的灵 继续的来更新我们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因着生命的性情的改变 带来行为上的样式的改变 Amen 他会继续对付我们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那种情谊 使我们在今世 能过着自律 公正敬钱的生活 每天的灵修 是主给我们的机会 按照他的货来调整我们的生活 主要我们藏在他里面 他的货疑也要藏在我们里面 这样我们不但能多借国子 并且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 他就给我们成就 Amen 使徒约翰把这个货记下来 并说 就是约翰 耶稣5章14节到第15节 他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 坦然不惧 因为我们确实知道 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 求他都会垂听 既然我们知道 他垂听我们一切所祈求的 也就知道 我们向他所求的 他一定赐给我们 Amen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 是我们的喜乐 是我们的盼望 在这新的一年里 上帝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效法他的儿子 使我们在他旨意里 能够更深的 能够认识他 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 Amen Aleluia 感谢赞美主 也尽力我们奉主的名 父就因为他的爱子的名 把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 大卫说 他用美物 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能如因的烦恼还同 Amen Aleluia 在这新的一年 上帝必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愿你们能够全家的早日归主 丈夫 妻子能够身体健康 事业腾飞 工作顺利 结婚生子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愿上帝将天上的福 地上的福 生养的 如养的福 都吃给儿子 都以你的儿戏 也祝福我们能够 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侍奉主 也能够更多 灵命能够攀登 新的高峰 全家人能够身体健康 灵魂体 信圣 凡事信圣 Hallelujah 愿上帝的祸宜 祝福你们 一个美好 丰盛得胜的一年 荣耀的一年 Amen